那我就会知道说 那我现在是国中小 我只要注意这些事 对不对 那当你用阶段别区分之后 我已经确认了我这个阶段 要努力的部分是哪些 所以我就会做一件事喔 来各位 你要印两张纸 第一张是刚刚 刚刚这个全部的 印出一张A4的纸 把它用那个卷宗夹收起来 对不对 以便之后翻阅 检讨改进 那另外一张印什么 另外一张印这个 这一张印出来贴哪里 贴你的 贴学生的床头柜 或者是他每天 睡觉或者醒来 一定看得到的地方 然后请他每天 早上醒来看一次 睡觉前再望一眼 他有很多的好处 那这个就是用来提醒自己的脑袋 我很focus这一件事 那所以当我知道我有这些东西要 要这个监控的时候 他的后色认知 那脑袋里面自动会形成监控的机制 所以他每天看一下 知道说我要特别注意这几件事 那所以以后 他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在学校中 只要不经意之间看到某一件事 或者发现有什么课程 或者突然读到哪一本书 他就会跟这边建立关联 脑袋里面的神经元自动会连结 所以他就会有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在这上面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每天看一次会有暗示作用 就比马龙效应 还有心理暗示作用 他就会对这个东西的信念会非常的坚定 他就知道说 我就是这辈子就是要成为一个游戏设计师 他的动力就会非常的够 然后再来呢 那个人生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床上度过 对不对 在睡觉的时候度过 所以如果他每天睡前望一眼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他常常会做梦的时候 会梦到跟这个相关的东西 也会成为他的灵感 或者是会有一些想法产生 那刚刚收在那个卷宗夹 那个是纸本对不对 这个是贴在墙壁上的 所以如果他万一他突然想到了某些事 我可不可以把卷宗夹打开 赶快笔写上去 这样就可以随时修改对不对 或者我就墙壁上直接注记 那通常我会比如说你会有一个比如说每个月啊 或者是固定时间 你会看一下你想要做一下检讨 你就会拿一支笔 这本书我看完了 我在上面可不可以注记一下 打个勾完成 那新制图这边呢 他有一个注记的功能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国旗的符号 这边有注记的功能 所以如果说假设 那我把这个列为第一重要 我可不可以在上面按一个1 我把这列为第一个重要的项目 所以我会特别重视 那假设这个inscape我学了一半了 那我可不可以给他 我已经完成一半了 有一个进度 进度的登记 那表示这个地方ok了 我可不可以打个勾 这个是融合了PDCA跟工作清单管理法 就是哪一项完成了打个勾 哪一项进度到哪里打个勾 或者是完成进度到哪里 这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们在做学生要能够终身自主学习 有两件事 第一个 你要懂学习的方法 第二个你要能自主 那怎么样叫做能自主 就是能够管理自己 包括管理自己的行为 管理自己的时间 那要做自我管理之前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有后设认知 你脑袋要监控 常常常要提醒你 我要看一下哪些事完成了没 完成了多少 我还有多少时间 我哪些事该做了 哪些事不够不够努力 要再努力一点 是不是可以透过这种标示的方式 去达成一个自我监控的效果 那如果他有养成这样习惯的学生 他会以后会那个自制能力会很强 可以管理自我 所以这是贴在墙上 然后要用笔 偶尔去做一下标记 或者是说 他觉得这个部分 他没有可能有障碍或者有困难 那他可以再用笔在上面多加一个标记 多写一下注记 对不对 这个部分可能 这个部分难以完成 我可能要另外找懂的老师 或者上网去学习 他就会注记一下 注记一下改进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就会在另外有时间的时候 再去做这一件事 或者再去找老师问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去改进他的行动的策略 然后就可以在刚刚那个知识型那边 一直做循环不断的改善 不断的前进 好 那所以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个练习之后呢 小朋友就会知道说 他现在距离目标有多远 所以我就会习惯让他把这个贴在醒目的地方 他就会知道说我现在距离目标有多远 我这个阶段还有哪些人做的还没做的 我赶快去找方法找时间找老师 甚至自己上网学 好 那这样久了之后呢 其实他就会每一个东西如果都都完成了 各位 我们在系统 系统拆解上面 就是我们运算思维里面有一个 那刚刚讲那个方法叫系统拆解 对不对 大系统切成小系统 那小系统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完成 那如果每一个小系统都完成那代表 这一大象就完成 对不对 那同样这边也是啊 如果每一个大象都完成了 每一个大象假设都完成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这整个就完成了 这个叫系统拆解 那所以这种方法也蛮适合就是 如果你们同学有合作学习 你也可以用这种系统拆解 拆好小组 拆好小系统之后 可以分组去做学习 然后最后再来一起讨论沟通 分享 这也是读书会的一种方式 好 那所以这个方式很好用 那这是今天的主题 假设你要让学生规划他的生涯发展 或者你自己有个什么目标 你想要去做 那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你的想法跟你的目标 规划完之后 然后具体的行动 简合修正 一直不断的这样循环 你就会很容易的去达成目标 这个叫做有设计的人生 那我相信如果有这样能力的人 应该会很厉害 会非常的厉害 好 那这是第一个主题 有关今天最重要的那个生涯发展规划 跟实践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 不晓得老师有没有任何的疑问 制裁撬了 自己的子估计 我没有事 去来